出道一年的女團 Caller 成員蘇晴 將會宣布正式退團 她在下午兩點半在 IG 寫長文宣布消息 而 Makeup View 亦在下午三點 舉行記者會交代 Caller 最新的動向 其實自去年 7 月底 Mirror 演唱會發生到平時故 導致 Caller 成員蘇晴的舞蹈員男友李啟賢阿姆 嚴重受傷之後 蘇晴一度全面停工專心照顧男朋友 當時已一度惹來她退團的全測 直至今年元旦 蘇晴終於復工 現身戚測樂壇頒獎禮 除後退出新團歌 The Bright Side 之外 亦有參與 Caller 出到一周年的活動 雖然塑情之後 亦偶爾出席演出活動 不過是ViuTV 打歌等等的宣傳 就全部都沒有拍了 就連星期日舉行的 True Cup 推介榜 年度推介 2 2 2 3 亦都沒有出席 當日缺席的蘇晴 再次傳出退團的消息 不過一眾成員就立即為她解話 她不舒服 我們最近太多聚會 有少少交叉感 這個剛剛才好回來 換言之 3 月的演出 已經是塑情最後一次以 Caller 成員 身份出席